好 看起來 好 左邊 怎樣? 用盡百寶的樣子 怎樣? 追女子 不是 我也是那句 盡一切旁邊的方法 你說人工去做個女兒一定不會 我們真是順應天意 用盡所有方法看看可不可以 有個女兒的誕生 也不是非人工 人工與非人工的中間 盡壓力 試過什麼方法? 都是在吃中藥 因為他們說中藥是最好的 但其實安仔教的方法 說性紅肉 郭俊安 說不斷吃牛肉 但我又不吃牛肉 其實等於我經常說 要弄弄自己的身體是對的 因為酸性的體質代表弄弄了 身體 其實我這陣子的身體都弄弄弄的 看看這幾個月有沒有好的效果出現 很累 什麼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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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自己一塊糕 這麼困惹? 其實羊方面我沒有問題 對 都是有心有力的 是身體弱點而已 又不代表 酸性、簡性 對 酸性、簡性 真的有幫助 我又要同分了 我是有心有力的 是 可能兒子也OK的 如果多生一個 總之多一個 但盡可能就是希望一仔一女 盡可能 盡可能 你會叫太太靜一點 要說定一點 不用 不用 這麼早要說 我想不用 如果我這樣和太太提出 我怕我回不了家 還有這個節目 還不用你拍電話題嗎 暫時不用 那 其實我還在等消息 寶寶來了是怎樣 其實本來是寶寶來了2 但是我收的消息 最初是因為阿里的檔期出現了問題 因為之前我們要放給她拍《啟國戒儀》 所以兩個月內真的拍不到25集的 所以我第一手消息是收到的 就是二月尾才再開《BB萊料2》 就是夏年月尾 因為等阿里拍完《啟國戒儀》 但是現在好像有些傳聞 出來的新聞 所以我都要找一天去開會 看看究竟會是怎樣安排 我等阿里開了《愛美麗》 我才敢找她 因為現在她在開《愛美麗》 有點累 等她開完 我都會找她 究竟大家研究一下 聊一下 這件事會是怎樣 你問我《BB萊料2》 最完美當然是原版人馬 亦都希望所有東西是沒事的